有点口渴来水沟打点水喝 我去 这个水沟里怎么有一只鱼呀 而且还是黄色的 赶紧使用我的龙爪手给它抓起来吧 看成功上货 是一只金色的鲫鱼呢 我的运气真好 打水喝还能被我抓到一只鱼 看看 就在我刚刚抓到鱼的下面一点的位置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让我赶紧下去一探究竟吧 我去 这好像是一只乌龟哦 天呐 今天是踩到狗屎运了吗 还被我捡到一个小乌龟 现在提上锅盖继续在这个小瀑布边 看看还有没有意外的收获吧 咦 石头缝里那个绿色和粉色的是什么东西呀 这好像是两个彩色的小乌龟在这里晒太阳呢 没想到这里还有彩色的乌龟 真的是不错的收获呀 看来我今天的运气是要发财了呀 你们快看呀 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个位置有一个小水坑 这个小水坑里竟然有一只鱼呢 这鱼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呀 赶紧把它抓起来吧 看看这个鱼还挺漂亮的呢 鱼鳞还是不一样的哦 你们有人见过这种鱼鳞的鱼吗 嗯 这里有三个小水坑 我们去第二个小水坑 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吧 我去 这个是什么鱼呀 这个洞里竟然有一个这么奇怪的鱼 你们有人认识吗 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你们看看这个鱼竟然是粉色 而且还有脚的 怎么那么奇怪呀 大家看这里竟然有一个小红鱼被水给冲下来了 赶紧把它给拯救起来吧 看看可怜的小红鱼被水给冲下来了 把它放进饭盆里等下带回去养着吧 看看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收获了 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呀 你们觉得好看吗 今天我路过这个小溪 突然发现这个小溪上有几个小坑洞 这个坑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拿起来看一下是什么吧 我去 怎么是两个卡通乌龟呀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到底是个啥情况呀 你们知道吗 咦 你们看一下前面那个瀑布下面是什么东西呀 赶紧下去看一下吧 我去 竟然是一只乌龟呀 它在这里晒太阳呢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把你带回家吧 快看 这个水沟我还没发现呢 竟然有两只鱼呢 赶紧用手把它给抓起来 看我的龙爪手 一下就上货了 一只漂亮的金色鲤鱼哦 看看它的颜色真的很漂亮 你们喜欢这个鱼吗 还有这个鱼 这鱼我估计会更难抓一点 看我的龙爪手吧 我去 这个鱼这么会跑呀 我要努力把它给抓起来 总算被我给抓到了吧 小家伙 放进水盆 咦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呀 刚刚从瀑布上跑下来的 我去 这东西好奇怪呀 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呀 你们有人见过这个鱼吗 这是什么品种的呀 我还是第一次见 快看这里 没想到这个水坑也有一只小鱼儿被搁浅在这里了 赶紧把它给拯救起来吧 不然都要领盒饭了 看看 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收获了 还不错吧 家人们 家下午好 由于太久都没出去抓鱼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拿上工具出去抓鱼吧 已经来到了目的地了 今天就在这个水沟里看看 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鱼抓吧 咦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鱼呢 赶紧抓起来看看什么情况吧 已经奄奄一息了 得赶紧拯救一下它 现在给桶里来点农夫山泉吧 以防鱼儿领盒饭了 再把这个鱼放进桶里去吧 等一下还能不能活着就听天由命了 又喝 刚刚没注意到这里 被冲下来了一只波斯顿龙虾呢 赶紧把它给抓起来吧 咦 这家伙怎么一动不动的呀 这是什么情况 该不会是领盒饭了吧 既然领盒饭了 那就只好先把你送回故乡了 现在来水沟里捞一下 看看这里会不会有鱼吧 竟然真的有鱼呢 都是一些小的 等一下都放进鱼缸里养吧 这些鱼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我感觉这种小鱼放进鱼缸养一定很好看吧 看看这里是什么 竟然又是一只小的波斯顿龙虾呀 我今天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呀 就在刚才那个位置还躲着一只波斯顿龙虾呢 我差一点都没看见它 看看刚刚抓到鱼的水沟的水都变得清晰了 应该可以看到水里的情况了吧 我去这个一红一黄的是什么东西呀 你们有人认识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呢 放进桶里去吧 今天的收获就这么多了 先把它们带回家吧 现在已经到家了 这里正好有一个废弃鱼缸 就用这个来养鱼吧 先把鱼缸清洗一下 洗了半个小时终于洗干净了 再来剪点小石头等下放进鱼缸里去 把洗好的石头放进鱼缸里去吧 再给鱼缸里来一桶农夫山泉吧 现在再把抓回来的鱼放进鱼缸里去吧 也不知道这样子鱼缸会不会很美丽 咦 这个鱼是怎么了呀 难道真的是领盒饭了吗 最后再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今天的收获吧 努力了一天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哦 由于昨天我家的大巴西龟跑掉了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来河边找找看 咦 你们看见水中有个东西了吗 好像是乌龟 于是我赶紧跑到下游把它给捞起来了 果然 真的是一只乌龟哦 虽然这只乌龟不是我昨天跑掉的 但是这河里怎么会有乌龟呢 这也太奇怪了吧 难道是有人丢下来的吗 刚刚我的乌龟就是从这个小瀑布上冲下来的 咦 你们看那个红红的是什么东西呀 想捞它却被水冲下去了 刚才来到下游也没有看见小龙虾了 这可怎么办呢 咦 水中这个绿色的是什么东西呀 靠近一看才知道是乌龟 我去 这河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乌龟呀 竟然又被我给捡到一只巴西龟 这样一来我家的乌龟都有十几只了呢 都养不完了 现在先把这两只乌龟放这里 我来河边洗个手 你们看看前面这个是什么东西 赶快把它给抓起来瞧瞧吧 呀 这不是乌龟吗 而且这个乌龟还是和我一开始捡的那个乌龟是一样的 这两个乌龟该不会是双胞胎吧 今天的运气总体来说是不错的 还收获了这么多的乌龟 可是没有找到我的巴西龟 这就有点可惜了 呀 你们快看看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我昨天跑出来的巴西龟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了呢 难道是跟我心有灵犀来找我了吗 我去 被水冲下去了 幸好我的速度够快 赶紧来到下游把它给接住了 真的要吓死我了呀 今天运气真不错 跑掉的巴西龟都找回来了 真的好开心